教育史上最惨痛的校园性侵事件 学校既然跟我回答说 他们是在玩的 十年煎熬 听见他们最勇敢的发声 竟然还没有玩 那一阵子都处在被震撼 但是调查事件还是一直要下去 2021年孩子们的校园安全了吗 如果不说出来 我们就不会知道说 这个体制有什么地方要补救 吹哨之后 华视新闻调查报导 你好 我是陈喜军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校园本该是孩子安全学习的场域 但怎会沦为恐惧痛苦的回忆呢 2011年 人本基金会揭露 南部某特教学校爆发校园集体性侵事件 这些学生大多是听众孩子 有人受害后向老师求救 却遭到漠视 监察院调查更发现 这所学校八年间发生的性贫案件 竟然高达164起震惊台湾社会 2020年底 这起事件的部分情节被改编成电影无声 也再次唤起社会的关注 十年之痛 为受害的孩子带来何种煎熬 又为教育体制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呢 受害的学生和当年参与调查的老师 在华视新闻杂志镜头前 决定打破沉默 勇敢说出他们的经历 垂少之后调查报导 记者李怡婷 罗哲超 带您深度追踪 两年的时间就有128件案件 38个受害人 家长最无法接受的是 整个校园几乎没有一个安全的角落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有人被刑情 在那个体制里面 当我可以贡献出我的力量 我贡献了 那我也受害了 我当然希望他们过得很好 但是只要一见一个学生 让我知道他过得不好 所以我心里都很纠结 他们本身就是在先天上面 就已经有缺陷了嘛 然后后天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啊 情何以何 14个这么多年 我还是百事不得其解 我曾经很努力想要把这件事情理个头绪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失败了 整个学校包括行政机关 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这个样子 历经十年岁月 艰难的调查过程 莉莉在目 对学生的关怀依旧刻在心头 她是曾认知于台南 某特殊教育学校的D老师 回忆起十年前 校园内爆发那一件件 曾被刻意掩盖的性情案件 以及一个个受伤不堪的孩子们 至今无法轻易忘怀 我们看孩子一而再 再而三在学校被性骚扰 一次 两次他忍下去了 谁知道忍下去的结果只有更严重 学校既然跟我回答着 他们是在玩的 我今天是 冒着我小朋友的安全 我出来 我不相信这个是 世界上没有真意 时间拉回2011年9月21日 一场由人本教育基金会召开的记者会 学生家长悲痛发言 指控台南一所特教学校 两年期间发生了上百起 学生对学生的集体性情案 震惊社会各界 如果调查报告出来 有我需要负责 或者我负责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个人绝对不逃避 让学生跟家长受到伤害 我愿意代表学校 来跟家长跟学生的表达歉意 这的确是教育的失实 校方坦诚却有此事 时任教育部长的吴清基 也出面致歉 案件终于被暴露在阳光下 那有多少人 从以前我小二年纪的时候 一直到国中高中右 我讲 只要我 只要我 我讲 还在听到我讲 我读了 无业的 他在教我讲 是 他有多少个人对你 我 还在听到我讲 我读了 无业的 他在教我讲 就是超过十个人 这件事情其实我真正知道的时候 是我被任命为 性贫事件调查委员 之后我才知道 然后一件一件调查 我才越来越深入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跟他大致的样貌 可怕经历如同噩梦 小家只是受害者中的冰山一角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场域 怎会变成惨痛的炼狱呢 这所特教学校有幼儿部 国小部 国中部跟高职部 示范案件中的被害人跟行为人 都是听力受损的听障孩子 年纪最小的受害学生 只有国小二年级 其中男生侵犯男生的比例高达六成 最后被查出 全校近350名学生当中 竟发生多达164起性侵害 性骚扰案件 如此害人听闻 学校校门万如隔绝世界的高墙 外界始终难以触及真相 15年前 第一件案子情 那个时候是妈妈带着孩子 来我们的办公室 跟我们申诉说 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被一个学弟性侵了很多次 我们就跟孩子比谈才发现 这个孩子其实曾经写了好几次纸条 跟他的导师求助 导师却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导致他持续在学校里面被性侵 甚至校长还在事后打电话给这个妈妈说 既然发生这种事情 你就把女儿嫁给对方吧 所以妈妈其实非常非常生气 为什么是用写的而不是用手语 是因为他的老师不会手语 所以他必须写纸条 这个男生以前有说 不可以告诉妈妈 所以我告诉老师 他们很单纯 然后老师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 他就会跑去找老师 问老师有没有看到他的纸条 老师就拍桌地等他 然后说 我帮你 谁帮我 2005年 人本教育基金会接获这所学校的第一起申诉案 16岁化名宛柔的女学生遭到学弟性侵 她写信向老师求助却石沉大海 校方也为依法调查 这是这起校园集体性侵事件浮出水面的开端 三年后呢 我们又接到申诉 男老师长期利用午休的时间 猥亵一个高职步的女生 甚至那个高职步的女生 都有一些自残的状况 学校呢 没有解聘那个男老师 连一个过都没有记 陆陆续续一直接到这个学校 不同事件的申诉 然后最后才是 又有家长来申诉说 发生了好几起的校园性贫事件 2011年校方终于依性别平等教育法 启动性贫教育委员会 组成合乎规定的调查小组 成员中女性必须超过半数 而且有三分之一必须来自校外 属于教育部专业调查人才库的专家学者 调查人员进驻后 正式展开追查 有一位比较特别的孩子 他一来坐下来 第一句话竟然是说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你们应该早点来 我想任何一个调查人员 听到这样的话 其实都会觉得非常的驚喜 这样子的表达 其实我觉得显示的就是说 孩子他其实 他可能是求助无门吧 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是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 白天见到学生 跟他们下完课之后的行为 完全是我不能想象的 那一阵子都处在被震撼 被很多大事情震撼 震撼到我有点慌乱 但是事情还是要继续完成 调查事件还是一直要下去 主要调查人员X老师 原职是在台南市 某私立高中任教 正是教育部专业调查 人才库成员 而当时任职在该校 二十多年的D老师 则是校内调查人员代表 两人背负庞大压力 调查不断推进 更揭露出意想不到的内幕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 在校车的那个事件 因为有募集的学生 他们跟当时候的校车上面的 随车的助理员求助 校车后面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助理员告诉他说 要他回去做好 所以就错失了 那个及时处理的机会 一件就是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行为人 是一个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他开始的 都是他做的 后来我们他也很压抑 他为什么会被称行为人 是他其实 在他低年级的时候 就是受害人 这是第一件让我很压抑的 第二件是校车上那件事情 我也是很压抑的 那个我到现在都难以理解 为什么整个事情的发展 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要骂我只能用 惨烈两个字来形容 碍于新闻尺度与保护受害人原则 我们无法过多描述案件细节与过程 听不见说不出 变调扭曲的教育环境 让部分孩子从受害人转为行为人 甚至在调查期间 校方也因为没有做好辅导跟隔离 导致有学生再度受害 性情案件持续上演 当他们在小学受害的时候 还没有转为行为人之前 其实他们都曾经跟老师求助 就说某某学长对他做不好的事情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就不想听 然后有些人就会听你说 他就说不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功课不好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受到震撼 怎么会学校是这个状况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学校 我真的觉得是 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那个案件量实在是太大 那你要怪谁 要怪孩子吗 孩子为什么会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起台湾历史上 最严重的校园集体性情案 引起社会哗然各界谴责 监察院也启动调查 当年校内调查后 统计的案件数量只有71件 而人本教育基金会追查 则查出了128件 不过当监察院启动调查介入后 发现不止如此 案件量更为惊人 从2004年到2011年8年以来 这所学校就发生了164起案件 而受害学生则多达了92人 行为人也有90人 其中许多行为人还曾是受害者 是不是他们觉得说 反正这孩子身体有成长 身体有需求 我们不要管他就好了 大人不帮忙 小孩就越来越惨狂 学校都不跟外面连结 也不让社工人进来 也不让对外有任何的沿细 所以事情越来越远重 时任监察委员的高凤仙曾经担任法官 长期关注性贫义议题 他耗时一年追出这起事件背后的隐藏黑树 会想起调查过程与孩子的遭遇 他仍记忆犹新满事不舍 我这里有一个孩子 在学校被性侵 在家里被性侵 他追到家里面去 我们访谈他的时候 他说 他跟另外一个孩子说 你一定要讲出来 讲出来你身情才会好 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讲出来 但突然间他就喃喃自语说 为什么讲出来 心情还是不好 竟然难过 因为不会那么快好 一辈子的伤痛 这所特教学校就读的学生 来自南部七县市 大多无法通勤必须住宿 但宿舍却成了最危险的地点之一 摊开调查所列出的性侵案发地图 整个校园几乎没有安全之处 校车 宿舍 浴室 厕所 教室 图书馆 各个角落危机四伏 家长将孩子托付给学校 但教职员却蒙起眼睛 遮起双耳 对于孩子宁静却殷切的呼救 视若无睹 冲耳不闻 以及校方的隐匿不报消极态度 让校园教育完全失能 更让性侵案件沦为恶性循环 当时候他们对于性贫的 这个知能的部分 其实非常欠缺的 譬如说他们就会讲说 那孩子在玩啊 可是实际上那个玩的程度 已经是到达性侵害的程度了 因为他们的年龄 很多孩子都是16以下 16岁以下的话 是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发生性行为的同意权嘛 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道歉 甚至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这样有天理吗 根据监察院的最终调查报告 指出学校住宿环境不善 后续辅导资商不足 未设置监视器和紧急求助领等设施 也没有依法督导处理案件 据了解事后学校已改善相关硬体设备 2021年采访小组多次联系这所学校 但校方晚距受访 实际情况外界难以得知 无形的高墙仿佛人依旧处立 我看那个孩子睡在边缘的床上 就薄薄的一个枕头 没有被套的冬天铁床 没有任何的垫子 然后所有的床铺都没有换洗 都是换剂的时候自己拿来换剂这样子好 所以后来有改善前改善后的情况 有朋友跟我说 他说现在这所学校已经进步很多了 上学期只有通报十二件 而且都只是性骚扰 我心里就在想 当年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全校学生是350个人 现在学生人数已经少到剩下100个 你的分母已经减少那么多了 你一学期还有通报十二件 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很少 这所学校在2012年改隶属南部某国立大学 教育史上最惨痛的校园性贫安全事件 曾被划为文字 由作者陈昭如撰写成沉默一书 记录下令人心痛的始末 2020年底 部分内容则被改编为电影无声情节 再度唤起社会大众关注 当然教育也有他的无力感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唯一的说辞 你看光这件事情 事话当时被用力的报道 然后事情就平息了 我一直在笑看这一整个事情的演变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 还有整个的国家对于这些事情 就是谈谈就算了 那后来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 十年光阴过去 事件热度淡去 孩子遭遇的伤口平复了吗 他们有获得应有的公道吗 当年懈怠轻忽 选择沉默的大人们 又是否付出了什么代价 而在整起事件中 勇敢揭露 对教育环境与社会 发出警示的吹哨者们 又承受了何种煎熬 十年之痛 从头洗思 期待让台湾伤害减少 教育更好 相隔十年 我们的追踪报导 找到了当年参与调查的老师 和受害学生 希望还原真相 而十年煎熬 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创伤 下个单元带您倾听孩子的控诉 更多内容 稍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这起台湾教育史上 最严重的校园辛倾事件 孩子与家长 落下一辈子伤痛 而调查小组成员 这些吹哨者们 有人饱受攻击 有人陷入忧郁 但反观整起事件 教育体制中 冷漠的大人们 又付出什么代价呢 十年后的今天 当时的受害学生小家 已经22岁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说愿意站出来 接受采访 是衷心的希望 校园内别再有 类似事件发生 吹哨之后调查报导 继续倾听孩子的心声 第一时间我马上 跟学校反应 学校竟然跟我回答 他们是在玩 心疼孩子受苦 天生已经听不到了 想要来接受教育 去特殊学校上课 但换来的却是孩子 无法磨灭的痛 是他有多少个人 对你 就是超过四个人 你什么时候会比较容易想起来 以前不快乐的事情 那你想起来 以前国小的那个情况会不会哭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两年没有看到你 他是22岁的小家 和人本教育基金会 南部办公室主任张萍 有着深厚的情感 因为重度听力障碍 小家的口语表达 和理解能力都较为薄弱 他在朋友的陪伴下 和我们见面 脸上挂着笑容 个性开朗温暖 不过外人看不见的是 他这十多年来 藏在内心深处的创伤 第一次对 心情未发生是谁 对 注射 我身边感觉 你这个一个 你没对到 然后差不多就在 有很症状 你很激化 因为他被同学取笑 他是个比较娘娘腔的小孩 然后老师也认为他像女生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学校里面就常常会被那些男同学欺负 小家在国小二年级时转学到这所特殊教育学校 因为离家远他必须住宿 想不到竟是梦魇的开始 当年才八岁的他陆续遭到不同学长侵犯 时间长拿五年 为了避免语义理解有误 精通手语的D老师替我们和小家交谈 他在镜头前道出了对学校的深度恐惧 被那个欺负的事情 有没有去欺负老师 我把这本记得了 后来我告诉他 他就直接老去说 然后要去回答 他要去打扰我 后来老去说 我要去看他的 我要去帮他提 然后他说 我说你可能 他就叫他去帮他 他就帮他 他就帮他去帮他 他就帮他去帮他 那他就帮他去帮他 那你在那个学校发生的这个 被骚扰的事 有没有想和那个爸爸妈妈说 我说我跟爸爸妈妈说 我怕 我怕他会说 你去帮他去帮他 去帮他 你不知道怎么愿意 我一直在帮他 啊 懵懂的年纪孤立无缘 该如何自救呢 无声的呐喊有谁听见 又有谁曾经伸出援寿 那你后来 有没有对其他人做的事情 老婆 有 我都去做坏 他心里不是真的想要做坏事 他就等于在一个丛林里面生活 他必须成为那个最强壮的人 最有权力的那个人 他才不会被欺负 所以有些孩子他就要选择 成为他们那一般的老大 这样他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安全的人 可是成为老大 到后来也是付上代价 甚至 甚至都被关起来的都有 太慢了 如果十年前能够早一点的话 可能会救更多小孩吧 所以我们也感谢媒体 他们报道越多 现在政府观点就越害怕 就会改善 但是我总觉得太被动不好吧 你当老师的不保护小孩 那你当什么老师呢 学校不保护小孩 那你教育什么呢 关系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 但无论是被害者或转变成行为人 在大人长期的末世之下 孩子无疑都是受害的一方 像小孩子这样子每次出顶 我每次都要听他在重复那些事情 你知道那种心痛 事件爆发后 他们更必须频繁进出法院 再三地掀起伤疤 但又是什么样的教育环境 造就了这样的悲剧 他今年22岁 你看那个时候他13岁 访谈的过程中 我们才非常非常惊讶地发现 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 学校就有一个男的美术老师 他会找男学生 去他住的地方 然后兴侵那些男学生之后 还给他们钱 然后那些男学长 回到学校以后 就会对学弟有样学样 那个美术老师已经死了 现在举办也没有用了 没想到他们 他们自己要承受这种压力 承受在内心的压力 而他是学校当年的家长代表 也是事件的吹哨者之一 三四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 压在就把他逼在墙角 他是校长室下的第一个楼梯口 我看到以后马上冲上去 请校长处理这个事情 校长叫人家下去调查 就说这没什么 这是在我 这位家长代表 女儿也是听障身 同样就读事发的指校 他曾经在校园内 入堵了孩子之间的不当举动 决定向人本教育基金会申诉 但也因此父女两人 都遭到校方的特殊对待 甚至下课的时候 还要被教聚问说 你父亲去哪里了 你父亲怎样 因为他怕我们跟外界的人士 去讲这些事情 被小孩子回来 他的压力也很大 达到他不想去上学 当年这起校园集体性情案 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部分是指人员事后遭到惩戒 但是这种代价能抚慰孩子的伤痛吗 而结果又有尽人意吗 2012年7月监察院依据最终的调查结果 从中央到学校 一举弹劾了16人 创下教育史上最高弹劾人数记录 后续依请公务员成届委员会审议 依法成处 当年的被弹劾人包括两任前校长林锡珍和周智月 以及行政人员 主管姓平业务的辅导组长 辅导主任等人 他们在164起案件中 有70件没有依法通报地方主管机关 有87件没有通报教育部长期隐匿 被认定是重大为师 而教育部中部办公室主任兰顺德等人 同样违法失职遭到弹劾 不过工程会惩戒结果出炉后 其中6人没被惩处 另外10人只被降级或寄过 被谈合的没有人被解聘 是只有最基层的约聘的非正式的那些雇员才被解聘 就是空包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我觉得这是个工程会很严重的问题 我不觉得这个事情有还他们公报 因为我整个过程我看到的是 好多好多官场 好多官场现行记号 然后当初迫害吹哨者的人一路高升 要么从外围分子进入核心高层 等下我说这个国家社会要的如果是这个的 那我也很无言啊 我要的那个社会还没有来啊 上百位孩子身心受创 闹下毕生难以遗忘之痛 执行调查工作的人员同样面对许多困难 揭发学校黑幕的D老师 因为不愿听从校域为上的警告 饱受攻击成为众矢之地 能言能语啊 耳语啊 说我要把学校弄倒啊 我很无言啊 但是我也想说 我一张嘴巴要去跟一百多个人解释嘛 后来我就选择沉默啊 反正就兵来将挡嘛 对啊挡得了就挡 挡不了就... 你要记我过就让你记啊 还要给我打一等就让你打 只能说我就是那整个高速公路的 开逆向行驶的人啊 不过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开车啊 在校内宛如姑娘 只能坚持信念继续振翅前行 期间D老师还因为此案 修习了犯罪防治学 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 2017年他选择退休离开教职 我记得我第一次 那个爆发那个情绪是在 那一年的9月21号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就打开电视就发现 这个事件上报了 上媒体了应该讲上媒体 就是那个点我自己觉得哇 整个好像就崩溃了 我记得那个晚上我自己一个人 哭了好久 而教育部调查专业人才库的 X老师一遍遍听着学生的遭遇 挖得越深越是心痛 还曾因此罹患忧郁症 如今的他仍致力调查各个校园里 发生的性贫案件 守护孩子不遗余力 调查这所学校的案件 对我的人生来讲 到目前为止其实是一个 算蛮重要的事件吧 多方的压力 说真的对我来讲 那些压力 我几乎其实是忽视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是一个专业调查人员 我就是要调查那些事情 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人本教育基金会 义务协助孩子与家长 请求国赔 共有六件成立 金额为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元不等 而如今成年踏入社会的小家 对特教学校的学习环境仍有话想说 大家觉得没有掌握没有 就去救了他 妈妈而已 压迫 大家觉得没有他 也有他 好的朋友都会他在工作 学校的人 或者是当初没有帮助他的老师 跟他道歉他会原谅学校 不问 不问 因为我没办法放下 他没办法放下 我们问他为何鼓起勇气 接受采访 他的回答真诚而迫切 我就是很希望 如果你想要接触大老师 就只希望教育 你应该好 我知道 你才能跟着不同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诚实 很善良 然后也很有能力的孩子 即便在我们觉得最无助 然后最看不到前途的时候 他们还是可以找到生存的方法 让自己很勇敢的去面对 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教生的教职员工 他们所付出的心力跟劳力 一定会比一般学校的老师都会比较多 希望说他们真的要秉持初衷 我相信学校会变得更好 学校性侵事件曾经掀起浪潮 但能为台湾社会带来多少省思和改革 又能否避免重蹈覆彻呢 当哨音再度响起 我们如何为孩子逐气坚强的防护网 捍卫校园性平安全 需要更多人拿出勇气和决心 而危机尚未解除 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因为压力才退休 其实并不尽然 而且我说实在我也很难想象说 我退休之后竟然可以如此的海阔天空 我会问我自己 如果再重来一次 还是会这样子把它这么彻底的 把它调查完吗 后来的答案是 会 我还是一样会这么容易 避免悲剧再发生 必须让校园性平安全更落实 但您知道吗 2018年 全台湾有296名学生 在校园遭受性侵害 有2000多名孩子遭受性骚扰 数字背后的危机 下个单元继续探讨 马上回到华市新闻杂志 欢迎回到华市新闻杂志 回顾10年前 省思10年后 我们不禁想问 现在的校园安全了吗 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 2018年平均每5天 学校里就有4名孩子遭到性侵害 一整年更有超过2000名的学生 被性骚扰 这样的数字让人愤怒与痛心 为何校园性侵案件会层出不穷呢 现行的体制出现了哪些缺口 而校园性平安全如何落实 才能让更多人勇敢发生呢 缺少之后调查报导 我们一起省思 有护理师指控 企能中心的4名院生 长期遭到性侵害 不说出来我们就不会知道说 这个体制有哪些缺口 有什么地方要补救 为了让你可以有能力保护自己 然后对我们就是猫手猫叫 被点名的男老师曾经获得 20年资深优良教师奖 被学生指控性侵长达两年 我们会希望说这些孩子 过去在他们身上的伤害 他们的牺牲 可以去换到其他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更平安 一 二 三 嘿 一 二 三 嘿 整整九年花莲某所 国小体育老师的这只手 伤了多少女学生的身体 也伤了多少女学生的心 我是老师 我说了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话 立正平头的男老师 假借改运的因果报应的领言 12年来居然性侵九名女学生 还拍下被害人高达上千张的裸照 历年来校园性侵害 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 再看看近几年 这几起校园性贫世界 为了让你可以有能力保护自己 然后对我们就是猫手猫叫 2019年南部一名曾获资深优良教师的老师 被揭露在两所学校任教27年期间 竟对多达31名女童伸出二爪 过程中两校共历经了四任校长 不是没通报就是延迟通报 校方的漠视导致更多孩子受害 有一种所谓的资深优良教师 其实他只是看服务年资 那也许有些老师他是专业部分很OK 可是实际上并不表示就是说他们在性别这一块 他们的智能是足够的 他们在人际界限上面是OK的 优良教师头衔并非保障 狼师可能就在孩子身边 而学生之间彼此相处的界限又该怎么拿捏 大人们也得担负起教育的责任 他们会轮流在我弟弟西招洗到一半的时候 冲进来 2020年新竹某国中棒球队 多名学生遭学长们霸凌性侵长达半年 家属控诉学校和教练知情不报 还辨称这是男生之间的恶作剧 事后新竹市教育处长请辞 校方人员既过处分 棒球队也解散 但只靠惩处 并无法避免类似事件再度上演 追回源头该从何做起 即便到今天 我们在调查一些校园性别事件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校园里面的教职员工 他们也认为 孩子其实碰一下抱一下亲一下摸一下 都是在玩 可是他们不晓得 性骚扰是性侵害的温床 行为人就觉得 你看我刚碰他也没怎么样 我下一次是不是可以又再更多一点 事情就是这样累积来的 学生如果是一张白纸 那如何让这张白纸产生其他颜色 当然就是教育他的人 包括是家庭教育 包括学校教育 那这张纸要染成什么颜色 当然跟学校是有很大关系的 教育部最新统计 全台大专院校 高中 国中 国小和特教学校 调查属实的校园性侵案件 2014年有438名学生受害 接着虽有逐年减少 但案件数仍算高 2018年有296名学生遭侵犯 等于平均每5天 就有4名孩子遭性侵害 而性骚扰案件数同样不容小觑 近三年校园性骚扰受害人数上升 2018年则有超过2000名孩子受害 数字令人震惊 单就性贫事件的处理机制 我们有一个性别平等教育法 可以依循 这个处理机制是很好的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前头性教育的部分是做得不够 一方面家长不觉得性教育很重要 一方面有些老师不会教性教育 更不要提特教的性教育 依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课纲 性别平等其实它是一个议题 在我们中小学教学现场中 每一门课都可以去做议题的任务 去做发挥 去做教育 现在的孩子比较勇敢 比较愿意求助 所以导致很多黑书就会浮上来 我反而觉得这是个好事 因为如果不说出来 我们就不会知道说 这个体制有什么地方要补救 我不担心数量多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 真正解决还是要从很扎实的 性教育开始出来 应该要从课程跟教材去着手 如果用108课纲来讲的话 有些学校他们可能开一些 弹性学习的课程等等这些 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把性别教育 列入重要的这个议题来讨论 我说来特别开个课等等 这块我觉得是需要的 以往校园性评通报机制不完全 那么通报机制完善的现在呢 专家学者呼吁一旦案件爆发 教育人员应该放下 校育第一的迷思 只是真相才能抓住解决的先机 之前台北的学校有发生过 半年七件性评事件的事件 当时的市政府花了三年的时间 协助这些老师的教学 然后每天还要去监督管理他们的效能 让整个学校脱胎换骨 然后性贫降到零 今天你看到一个老师 一直私底下把一个学生 找到某一个空间的时候 同时间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他自己也不敢多想 我觉得老师之间 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 尊力感去想 这个里面会不会是怎么样 无论是特教学校或一般学校 封闭的氛围和校方人员间的连带关系 都导致外界难以介入 而在这些事件中 不论学生对学生或老师对学生 也往往存在着威权关系 孩子的性贫安全 急需更多人投注心力 有护理师指控 其能忠心的四名院生 长期遭到性侵害 院方选择 希望大家 正视这个议题 不要让这些弱势团体 就是一直被掩盖这些伤害 请你们为他们挺身而出 吹哨者应该受到保护 可是吹哨者怎么被保护 我也不知道 那种无形的敌意 无形的耳语 怎么让一个吹哨者 继续去坚持他想做的事情 对 这个我觉得不解 南韩电影《熔炉》 改编光州聋雅人学校的 集体性侵事件 上映后在当地掀起 弱大效益 南韩政府更通过 性侵害防治等一系列法案 性侵生长者不满13岁的幼童 最终可处无期徒刑 并废除公诉期 加害者如果任职社福机构 或特教单位 则可加重处罚 那么反观台湾呢 所以在国际安住 我们弹劾了校长 就大家才开始通报 那整个校园性侵害才 他们上回到 后来我们因为这个报告 才有所谓狼师解评条款 就你只要信心爱 我就把你解评掉 所以后来大家越来越重视 我们整个处理 不是任老师的机制 是很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校评会的成员 只有一票是家长 其他全部都是他的同事嘛 也没有太大的功能 这整个机制是没有办法处理 这两年 教育部推了专审会这个制度 希望通过专审会 来处理不是任老师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多什么效果 根据统计 从2011年起 每年约有50名 因为性贫事件的 不适任教师被解聘 到2017年 累计人数达300人 而检市历年来 一件件重大校园 性贫事件 波兰过后 又带给我们 什么警示 性贫病的教育 它是一个持续的工作 包括课程教学 事件的方知 或者是社会推动等等 都有可以在努力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不管在性侵害相关的一个 研究也好 治疗经验也好 它的累积啊 都是平满的 勸切资源 勸切好的人 愿意投进去来 做这个区块 因为没有人鼓励他们 没有人奖励他们 现在大概都在推那个长照2.0 所以就更少 少的资源投到这里面来 校园性别事件调查 并没有追溯起这件事 所以这几年 有很多几十年前的案件 学生回到学校来申请调查 那学校就是启动 可是那些老师 有的已经退休了啊 你也追不回退休金不是吗 好像也没有真正实质上的 陈处 那我们也只能够给学生 一个所谓的程序正义吧 司法又有所谓的追处期啊 所以 这个部分的问题 该怎么样来解决呢 这个我想应该要 让诸葛集团去商老金吧 想落实性贫教育 家庭 学校和社会 多个面向相互配合 才能做好前端的预防 而第一线的教育人员 则要更勇于承担 负起更多责任 教育史上 穿梭十年的回顾与省思 吹哨之后 期望唤起更多人 关注性贫议题 打破沉默 为孩子发声 才能让台湾的校园性贫安全 往前推进 到底政府能够 有多少资源 学校愿意付出多少 我已经离开公职 我就没办法再管 那我希望说 有更多的监察委员 来关心这个区块 我们会希望说 这些孩子 过去在他们身上的伤害 他们的牺牲 可以去换到 其他的孩子们 在学校里面 可以更平安的 不要再碰到这样的事情 欢迎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今天的节目 我们带您回顾了教育史上 最惨痛的校园性侵事件 也透过受害学生 和参与调查者的视野 深刻体会他们的十年之痛 吹哨之后不能遗忘 保障校园性贫安全 还给孩子最纯净的空间 需要您我共同付出信力 我是陈喜军 我们再会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